今天认为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纪 Bob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向您问好 今天是2024年4月17号 星期三 奴隶 贾成年3月初九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Pierce黄金盗窃案告破 加拿大反弹出炉 男子男同被扑 Tim Houghtings出新品 413高速有望一年内开建 温哥华白宫大楼开放案取消 加拿大暴力集成案暴增 下面向您汇报一下今天的具体内 Pierce黄金盗窃案告破 Pierce地区警方表示 包括加拿大航空员工在内的9人 因涉嫌一年前精心策划的 多伦多Pierce净机场 王金盗窃案而面临指控 在新闻发布会上 与美国酒精烟产和枪械局 宣布了逮捕行动 当局证实 其中一些人 因因国际枪支翻运 而在美国被起诉 知法人员搜查了车辆 发现了65只枪支 美国安全公司 也对加拿大航空公司提起诉讼 以出示伪造文件 从Pierce净机场的一个保管设施中 盗窃了约2000多万元的货物 加拿大通胀反弹 加拿大统计局称 由于汽油价格上涨 加拿大3月份 年通胀率升至2.9% 该数据符合经济学家的议题 不包括汽油 通胀率2.8% 加拿大洋行表示 在将期之前 需要看到通胀次序地朝着2%的目标迈进 洋行官员正在寻找 核心通胀指标的关键迹象 这些指标不包括总体CPR的暂时变化 联邦预算案出录 为了给年轻人创造工程的竞争环境 在2024年的联邦预算案中 联邦政府将针对加拿大最高收入者征收薪水 增加住房供应和社会支持 为了让加拿大的前期一代 又工程的几乎破产中产阶级生活 郭总理弗兰德的预算案 概述了优党计划 如何在六年内 分配392亿的净新增支出 同时维持预期的财政获了 男子引诱男同被曝 多汉美地区警方称 一名男子以涉嫌引诱一名13岁男同 面临儿童色情指控 前一人涉嫌引诱未成年人 通过Snapchat发送色情照片 他被指控引诱16岁以下儿童 制作儿童色情作品 调查人员警告说 可能还有更多的受害者 认可有信息的人都应该挺身而住 Tim Houtens不新品 Tim Houtens快菜联手店 在本周推出了一系列面语披萨 让年轻人和年长的顾客都满意 但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 让顾客在早餐之后还能紧练 Tim Houtens在实行的两年语披萨之后 将在本周推出乃洛 意大利腊腔肠 培根和鸡肉甘肉等频的语披萨 这标志着Tim Houtens进入了语披萨快速市场 413高速有望一年内开建 安一省家族厅长表示 与联邦政府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 将允许多内地区的最新高速公路413高速尽早开建 并希望在一年内登工 联邦和安省已经成立联合工作了 尽量减少联邦对413高速公路的行业评估 根据影响评估法联邦政府远本将该高速公路项目 标记为联邦审查项目 今年秋天 先让它最高法案裁定该法案的部分内容危险 温哥华办公大楼开发案取消 一项协助振兴温哥华市 布兰湖伊勒区的重大计划遇到了措置 这个项目的开发商取消了建造17层高办公大楼的计划 开发公司负责人说 时间会杀死一切伟大的事物 而真正杀死这个项目的是城市工作人员和规划 办公室租赁需求下降也促成了该公司的决定 加拿大暴力劫车暴增 警方侦破一种发生的万锦市的暴力劫车案 拘捕三米七两年 已搜出管制的强制 4月6日凌晨两点 在阳间一个停车场 以市主不向坐驾登车 由歹徒强行不得拉手车外 另一名歹徒则创新驾车箱里 两名歹徒已启动接来的汽车欲逃了现场 轻机之下 去于停车场的另一步期的现状 这两名歹徒逛车后 下车逃跑 到了4月13日 警方展开拘捕行动 警员拘捕了三名歹徒 汇率和天气预报 4月17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24.2元人民币 明天4月18号的天气预报 在华7到10度 小雨 多伦多 8到15度 多云 温哥华 6到15度 秦 魁北克 3到12度 少云卡尔加利 影响5度到2度 少云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